我覺得最近很多藝人就是從政啊 你怎麼看藝人從政這件事情 我覺得藝人從政 最大的一個指標性就是金素 那你會有要得 宇美仁還是雞排妹 什麼 真的角色很大 我XXXXX 乃哥許乃琳27號出席 自由反面品牌數不期的一日店長活動 對於新產品定價300多元有信心 希望業績突破上千萬 如果說有人買不到你的拌麵 然後抱住了 你會滿意的 你要知道 他要是買不到我的拌麵 買不到我的雞湯暴露 我會 跪下來謝謝他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就最近很多藝人就是從政啊 你怎麼看藝人從政這件事 我覺得藝人從政 最大的一個指標性就是金樹棕 金樹棕像拍電視劇歌手 然後轉型從政 我覺得他做的真的是不在話下 每次的質詢啊 回答一些政治性的問題 我覺得他都相當有水準 那你會想要說金美人還是金人妹 你爸真的講不太大 我不在這個選區 哈哈哈哈 假設 你為什麼這個感覺 我這個年頭 都不回答假設性的問題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就變後刻了 哈哈哈哈 以前我們懂希望台灣 都能夠選出對台灣真正的未來 不管是國家人民 未來都能夠寄託的人 但是我們講這麼多年來 我們看到台灣的政事還是一片的混沌不清啊 一個人啊 也沒有什麼能力去影響太多人 我們想就算了 我們還是回歸家庭 好好的向妻叫子 至於而自詢新陽九月長和交往青年的女友宋瑞安舉辦婚禮 奈哥也透露了婚禮籌備狀況哦 應該他們要去國外拍一拍照吧 然後呢 現在我們就在幫他們安排一些婚禮的東西啦 不管是現場的一些燈光音響啦 樂隊啦 他們的禮服啊 還有宴客的名單啊 等等 很多啦 你也知道 前輩幫我女兒主持的 新娘 對 新娘應該也是找她 因為我想說我們家宜曼又相傳了吧 宴客會很難調味的嗎 還好啦 因為我也不會請太多啦 因為我的人際關係也沒那麼好 人脈也不廣